這是誰會啊 在海拔1200多公尺的露營地 把搭帳篷的裝備全倒出來 林欣如 郭雪芙和任榮萱 三位娘子均看著散落遺地的物品 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當我一開始信誓旦旦覺得說 我今天就是搭帳篷的好手 交給我就對了 然後第一個考驗就填墨我就 不會 我好像知道怎麼弄了 這樣子 然後上面再套一個壁雷針 什麼壁雷針 沒事 我有帶 壁雷針 我是裝在組的 公寓善騎士必肩利其器 任榮萱不愧是有豐富的露營經驗 不只裝備齊全 在其他男來賓抵達之前 早已手腳俐落地搭碗了天幕 沒有 因為它是三面門 對 因為它有一個是 對 因為它有一個是 對... 對... Logo在前面就好 三神啊 我們現在遇到難題了 還好今天有萱萱在 沒想到原來 外表最玉女的一個女明星 女藝人 她是最會搭帳篷的 其實莉莉人 對露營的印象不太好 日前開著露營車去露營 卻因為車不平 隔天起床閃到腰 還被太太淘金營取笑 而首度露營的修傑凱 倒是興奮到不行 表示一直都很想嘗試露營 這回總算圓夢了 我需要有一個人去那邊推 我來 然後你幫我拉著上面的這個 然後往前頂 往前頂 對...再往前頂 任榮軒的專業指揮 連林柏宏都甘拜下風 還讓林馨如 郭雪芙哀求 任榮軒每一集都來幫忙 畢竟這檔錄影實境節目 每一集都有不同關卡 等著他們接受挑戰 不只要搭帳篷 還要登山 雖然考驗體力 卻也是個特別驚豔 讓他們留下難忘回憶 TVBS新聞催中全陽七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